北京时间9月28日凌晨 英特尔正式发布了新一代的桌面处理器 13代Corey Raptor Lake 首发包含了i3-13900K KF i7-13700K KF 和i5-13600K KF6款产品 对比12代Corey 13代Corey的单核性能提升了15% 多核性能提升了41% 同时主频缓存和超频性能也是有大幅增长 那这13代Corey到底业不业死呢 下面就赶紧跟着G强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是架构制成方面 13代Corey的核心大核为Raptor Lake 采用了优化过的Inner-7制成工艺 性能上其实也可以叫做Inner-6 同时也保留了高性能的混合架构 成为能效核由升级的Grace Mount架构打造 而性能核则从Golden Coe架构升级为了Raptor Coe架构 二级缓存也同样是由原来的1.25M扩大至了2M 以此来获得更高的缓存容量和主频提升 至于规格方面并与超级客此前预测的一致 旗舰款I9-13900K 由8个性能核加16个能效核构成 最终规格为R4核心32线程 其中性能核基础频率为3.0GHz 锐频频率为5.8GHz 而能效核基础频率2.2GHz 锐频频率4.3GHz 用32M L2缓存 36M L3缓存 总计68M缓存 最高锐频功耗253W 次旗舰I7-13700K 由8个性能核加8个能效核构成 最终规格为16核心24线程 形容性能核基础频率3.4GHz 锐频频率5.4GHz 能效基础频率2.5GHz 锐频频率4.2GHz 用24M L2缓存 30M L3缓存 总计54M缓存 最高锐频功耗同样也是253W 而主流款的I5-13600K 则是有6个性能核 加8个能效核构成 最终规格为14核心20线程 形容性能核基础频率3.5GHz 锐频频率5.1GHz 能效核基础频率2.6GHz 锐频频率3.9GHz 用20M L2缓存 24M L3缓存 总计44M缓存 最高锐频功耗181W 其他方面 13NexFRE依旧是集成了UHD770核线 并增加了对DDR5-5600 和DDR5-5200的全新支持 而考虑到目前市场上的DDR4 依旧是主力 为了照顾玩家们的需求 所以13NexFRE也是兼容了DDR4内存 这一点嘛 就建议AMD好事决绝 而此前的LGA1700插槽 600系主板等 都会继续兼容 当然也会有全新的700系主板加入 看到这里 不少玩家可能就要发弹幕了 这不就是Ener的传统Ener夹高吗 到底几没几 我们来与12DDR4做个简单对比 首先 I913900K 对比I912900K 增加了8核心 8线程 24M缓存 12W功耗 最高位频也提高了0.67Hz 而I713700K 对比I712700K 增加了4核心 4线程 17M缓存 623W功耗 最高位频提高了0.4GHz 至于I513600K 对比I512600K 则增加了4核心 4线程 14.5M缓存 31W功耗 最高位频提高了0.2GHz 看得出来 13NC的主频 缓存 以及最大功耗上 均是获得了不少增长 所以这也并不是单纯的几牙膏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 在液氮的加持下 13NC可以超频至8GHz的天花板 并且也能将DDR5内存 超频至1万MT每秒 这还用说什么吗 请把英特尔Yes打在屏幕上吧 最后是性能方面 根据英特尔官方表示 13NC对比12NC 单线程性能提升了15% 多线程性能提升了41% 而游戏性能从演示的32款来看 超过一半以上 均是获得了5%的性能提升 其中英雄恋梦 更是有着24%的性能增长 这也从侧面映证了13NC的 没瓦性能也是有显著提升的 当然嘛 这也是PPT性能 13NC的实际性能又会是怎样 超迪克也将会在之后的测试中 为大家一一揭晓 所以请继续保持关注哦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而你的一键三零 也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持续动力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迪克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